在運通 大家好 我是劉俊榮 歡迎收看今天的獲利方程式 在今天 價錢指數創下歷史之最 那盤動力度重挫了583點 由於這是新智開放以來的 漲低幅10%的第一次 那所以盤動曾經一度 台子期貨漸到9.5% 甚至於一夜期貨看到跌停板 那同時呢 價錢指數現貨跌幅 盤動一度來到583點 是跌幅7.5% 創下我們台灣股票市場交易以來的 一個歷史之最 那關於今天這個盤式格局的一個下殺 以及這個盤式格局後續的一個看法 我們先來看 大盤其實轉線有一些些機會 這是今天台子期貨盤中的一個下殺 我們上個禮拜就已經跟大家講到 是說中期在這個中空格局 已經確立的狀況之下 要稍微去注意一下這種停損賣盤 今天很明顯的在這種恐慌殺盤的過程裡面 台子期貨一口氣是曾經一度大跌了700點 跌幅到9.5% 禮拜五收盤是在7744點 然後一度一個向下的急殺 上個禮拜我們跟大家講到說 這盤式格局已經來到一個 其實對於多頭來講壓力真的非常大的位置點 但是我們今天交易是這樣子的 跟大家講到說再向下殺 你不要再去做一個追殺了 由於觀察到矽隧波走勢 拉開一波向上的一個五浪走勢 我認為也有機會拉開12345浪 所以我們是在大概11點半鐘的時間點 7300點試駕成交 然後一成交之後就預掛7420賣出 然後你可以看到在1點鐘左右 7420穿駕上去之後 台子期貨中場又打低下來到7340 我們是在這裡買進之後 預掛7420 短横獲利了結之後 然後去等待一個 當初這120點獲利了結 一個向上的五浪之後 代表加權指數一個多方 已經五浪的方向是一個多頭 醞釀一個極短波轉折的一個方向 那這五浪的方向是轉折往上 那我認為這對於多頭來講機會就來了 這個機會在哪裡 等一下我也跟大家報告 那今天我為什麼把我的測標型 叫做恐懼的總和勒 那明天就是愛國者遊戲 或者是獵殺紅色十月了 今天台子期貨創下歷史最大的一個成交量 總共爆出了36萬口的一個歷史巨量 那我們去觀察到外資在今天 一口氣的OI進多單是一口氣買超了16634口 那收盤之後的所有進多單 在外資的總和部位是24613口 如果我搭配了希爾波的也有五浪向上再搭配 外資今天是大幅度的一個買超的動作 我想我們就可以比較明確的去定位說 今天加權指數的殺盤應該是 對於加權指數 投資朋友已經完完全全上失信心了 今天盤後如果去追蹤 今天有可能創下歷史最大的單日 融資停水跟賣壓 那真的希望所有投資朋友都安好 那另外一個機會在哪裡呢 就是劉老師上個禮拜五解盤的節目 告訴大家的是說 日月光跟細品的一個合併的動作 今天細品是直接跳空漲停板 說是一架到底 那劉老師一直告訴大家說 台灣其實完全全不怕紅色供應鏈 因為現在股價已經便宜到 如果入資來我們台灣進行一個收購動作 你整個台灣的股市全部都被大陸買走 好 其實已經有五成以上的個股 都類似像細品這樣的一個位階了 那我認為真的投資朋友 在今天看到加權指數 創下歷史紀錄 10%漲跌幅開放 盤中一度看到500檔個股的一個跌停板 今天劉老師不曉得要怎麼樣替大家做一個解盤 可是我盡我的可能 按照我的觀察 給大家一個短線上面判四格局的方向 我們在上個禮拜五的時間點 已經跟大家講到的是說 盤四格局 極短波已經來到的1.4倍的股價進值比 11.5倍的這個本益比 心裡面已經撞下了恐慌的歷史心低了 那只不過這種直線抖角的一個向下崩盤的動作 你再多的救世動作其實已經為死已晚了 好 因為它一口氣讓這個周先的一個格局 7786創下周指標的一個最低點 好所以我告訴大家就是說既然已經收破了 劉老師上個禮拜五你可以聽到 我關於整個盤四格局是很遺憾的跟所有投資朋友報告說 我真的是考量了三個多禮拜 我在禮拜五的節目才告訴大家就是說 不得已才跟大家報告這個結論說 我認為一個中空走勢確認了 長渡已經結束了 那先避開一個短波一個震盪下壓的動作 我們再來醞釀一個敦克爾克 多頭反擊的撤退戰 因為這條多頭上進去是軌道 好我記得我們是先做空下去 好那那一波選擇權是大轉 然後期貨是大轉的一個過程裡面 劉老師我們在劍堂活動中心 以劉老師在市場的一個新人裡面 劍堂活動中心四百多人的座位可以坐滿 那大家其實劉老師的忠實觀眾 都有去掌握到那一波行情 可是劉老師看到那上個禮拜五 包含今天這盤四格局的動作 我覺得其實投資朋友的痛苦跟難受 我完全全都可以感同身受 我覺得最痛快的是跟所有的投資朋友 一直去堅持我們價錢指數該堅持的地方 好可是上個禮拜 劉老師告訴大家就是說 好這個盤四格局真的風險真的是比較大 因為多頭長期的驅試軌道已經跌破狀況之下 你稍微一個停損慢壓出來 就是類似今天台子期會居然可以一天 沒有太大的疑慮的話 今天如果你上個禮拜 還堅持去做多頭投資朋友 今天大概都是overloss直接砍上租場 好 劉老師說再往下山應該是要找買點的 那風險是在道瓊工業指數破了這個頭型之後 這個停損慢壓 長期上升趨勢軌道的一個空投會出現 好那即便是大力光 中期趨勢看好 謝爾波已經日線圖的格局已經走了向下五浪 欸今天其實大力光按照我們規劃 來這個是大力光齁 謝爾波走勢殺了一個五波向下 欸今天有機會看到第一個五浪空投走勢的 A浪 見底的位置點 我認為今天大力光守得非常穩 我們原先規劃 短底無多 會有醞釀一個二浪反彈 逃命的機會是有的喔 好但是為了要幫大家掌握好那個撤退戰 有的時候類似那個風險來的時候 我會請我的客人朋友先去打一些避險空單 今天這檔個股是直接跳空跌停板 而且你如果上個禮拜五沒有避險一個動作 新的制度投資朋友都知道了 從今天開始所有平板下的股票都不可以再去做一個追空 除非它在平板上反彈 好今天價錢指數如同廖老師跟大家講的 盤勢格局的一個脈絡已經來到 一個轉折契機去浮現的一個位置點 那明天我會有一個極短波交易的思考 第一個 價錢指數今天擊殺了376點 好 放量的點都還是低檔成接的一個持貨榜 500檔個股的敵體榜期貨9.5% 這應該是恐懼的總和 我們價錢指數史上唯一第一次遇到這種漲跌幅 而且現在跌幅是10% 跌幅之尺居然可以高達500檔盤中的跌停板 但是機會在哪裡 好 為什麼我們在盤中是試著去搶短多的佈局 好 第一個 價錢指數除了劉老師跟大家講的 第四個第五個缺口已經出現了 在這邊其實是不適合再去做追殺 今天價錢指數殺到最低點7203點 好 指標其實在找盤時間已經沒有破底了 而且甚至於有點短波的下溝 所以這上個禮拜五有機會是一個做一個 捷徑的殺盤背離的動作 醞釀一個短底 第二次盤中已經看到 以往那種恐慌豆沙多 今天榮汁有可能停損的幅度會高達大概四五百 買到這個五十元以上 那這種盤式格局通常隔天就有機會 有一個殺榮汁洗盤短底浮線的一個 背離的一個動作 那所以我認為價錢指數有機會在 期貨部分先到7010成立3-5-5 其實就是抓好停力停損 我們如同廖老師上個禮拜跟大家規劃 因為這個底部如果浮線 第四大浪由於跌了2500多點 這個反彈可能就是500800點以上 有一個強烈反擊多頭回馬槍的機會 我們現在就等那個底部區有沒有機會 所以在這裡做一個短線的浮線 那我認為這盤式格局在十一點出頭的時候 從十二點開始分時指標會連續扣離九低 所以中環盤有機會向上極拉 好 所以期貨我們的一個交易策略 股票接下來的交易策略也是會一樣 短多圈因應一筆波段一筆短線缺了幾度的加差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交權指數在今天 創下了7203點破頂 但是KD的指標今天已經確認貝離黃金交叉 所以是可以買的齁 你可以看到太子修圍盤就上拉了齁 第二個連周KD的指標 連周KD的指標下殺到這個位置點 好 投資朋友 來 周KD指標也沒有再破底了 好 今天已經看到7.69 而且周布林縣在今天的開盤點7719 好 什麼叫布林縣呢 它是交權指數20週移動平均線 然後上下抓兩個標準差的一個怪力值 那95% 95.95% 交權指數會按照這個波形 在這個範圍區間裡面去做一個波動 所以這裡真的也 交權指數無論在各種技術面的指標 背離在這樣恐慌的心裡面 創下歷史恐懼的總和一個狀況之下 短底往往在這種最恐慌的氣氛當中 有機會浮現了 好 那劉老師會跟大家這樣報告 好 交權指數隨時醞釀一個 具現圖的一個格局上面 好 從8586下來 我們上個禮拜跟大家解析到的是說 好 到上個禮拜五為止 好像只是一個 1 2 3 4 5浪的擴延 的3-4浪 3-5波有機會 繼續向他做一個擴延動作 你可以看到60分鐘的指標 要向他擊殺的過程裡面 來 9點鐘一開盤是這根長黑對不對 好 指標是最低點 可是從10點開始 指標是背離 好 所以這裡我認為 有機會開始一個4-A-1 拉出一個向上5浪 那接下來我們還是想辦法 好 那尾盤的時間 我們是盤中在 這個7300點 一口氣買 近兩筆多單 一筆是預掛 7420出馬 成交大 尾盤就下殺 那由於回測的一個幅度 稍微比較大 那這個在9330左右 我們今天不留商 進行一個出場動作 可是 既然加權指數已經發展到 這一格位階 好 等一下我們來講解一下 為什麼我認為短底 有機會在這裡浮現 而且股票 接下來 也是優先考慮一個做多出場 那劉老師會延續著 我在上個禮拜五 跟所有投資朋友 報告的一個動作 我認為 就如同我上班的時間 跟大家講 這盤式格局 的確已經變成了一個中空 甚至於未來 交權指數 假設今年年底的 第四季這個旺季的長情 反彈的一個幅度 並不是那麼明顯 它的確中空的格局 也有機會發展成中場空 也有可能會發展成中場空 這個是劉老師 這一兩禮拜 真的很 很不捨得 所有電視機的投資朋友 必須去承擔 這樣一個盤式格局的風險 但是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盤式格局 一路從9124開始 它幾乎是沒有亮蘭潮的 持續性在崩跌啦 好 劉老師告訴大家就是說 當全世界都在 9500點 9000點以上 全力去拼經濟 去擴大各種措施 明年就是選舉啊 好 可是 我們國內也許是因為政情 或者是說 已經擺明了 就是這個 執政黨輪替的動作 已經非常明顯了 所以 就有一點點私心 不再去做額外的一個 利多救市 很積極的去救股的動作 結果你不進步 就是 遠遠比其他一個市場 全新的退步 好 所以劉老師告訴大家就是說 這種 細心崩盤 多殺多 你等到這個位置點 破了8500點 才去救市 這個都已經來不及了 你再多的 這個救市的動作 都已經來不及了 那所以 形態上面已經 中場空的格局已經 做確立的狀況之下 總之朋友 暫時不需要太恐慌 因為 你還有一個在一個急殺 乖離背離 周指標已經殺 下殺到 只剩下7點多 有一個反彈逃命的機會 但是相對來講 這個彈告的過程裡面 劉老師說 這真的是 長空起跌的反彈波的一個機會 是比較大的 所以就好好利用這一波 環境 劉老師所有的一個任務 我想今天 降權指數假設 按照我們的一個規劃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把這點講完 我們再來看 那個下半場的時間 再休息 來這個是在 7300點的選擇權的一個合約 隱含波動力 扣的部分 是放大到40多% 那put的部分 已經40多% 歷史上 警戒7300點 價格買進雙邊 或者是 Seqo Seqput的一個價 你居然可以收 650點的全力金 然後 選擇權的隱含波動力 雙邊價格 居然高達了80% 這個真的是 歷史上面警戒 恐懼的總和 其實如果 單 這個交易措施在 台子期貨今天爆出了 今天下殺到最低7010 爆出了36萬口的巨量 好 我認為加權指數就有機會 明天如果早上還有這個低點 所有投資朋友 你還堅持股票在現在 你絕對明天早盤 就不要再去做殺低了 重點是今天盤後外資 就是在一口氣的現貨 在期貨的籌碼 一口氣是買超了16000 16000口的一個多單 所以我們說 這個是絕對歷史最恐慌位置點 它卻拉出了 現貨將近300點的下引線 期貨 期貨300點下引線 那現貨的部分 200點下引線 假設這個巨量換手 以往台子期貨爆巨量的位置點 能夠做一個初步抵抗的動作 都有機會是一個比較短中期 我說 價錢指數已經連跌了17個禮拜 再怎麼樣0.382的多頭時間 反擊的時間 很可能就是3、5個禮拜以上 有多頭反擊 好 所以我知道所有投資朋友 都擔心的是說 價錢指數中長線 到底要跌到哪裡 好 我們先不要把日盤 這個魚拉的這麼長 你現在要優先好好的去掌握 這三、五個禮拜的行情 好 不曉得怎麼樣去做一個交易的 好 那哪些股票該留 今天有時間的話 就像上個禮拜 其實像禮拜六、禮拜天 有觀眾朋友打電話進來 我給大家一些不空幣寫名單 我也不知道禮拜天突然宣佈是說 平板下不能放空 沒有空的也已經來不及了 好 那現在這個盤式格局 哪些股票該留 你維持率真的比較偏低的投資朋友 到底怎麼樣辦 那在這個 適不得已的位階 你到底手上的 每一個類股支持者的股票 到底身處你在什麼位階 好 在這個最恐懼的時刻點 如果願意讓劉老師去幫你掌握到 這反結機會的 好 我說 我絕對不會把你的手上的股票 砍在最低點 那積極一點的 甚至於應該嘗試的去轉多去累積這個價差 等到那個絕對長線上面反彈的高點 我們把所有做多的資金都出清 要不要打空 要不要去掌握 做空賺得快的行情 那是另外一回事 劉老師絕對不會把每一位來找劉老師的投資朋友 你手上的股票隨便亂砍 因為我真的認為有很多股票就類似細品 那個絕對相對偏低的位階 群創友達都只剩下殺到9塊錢10塊錢不到這個位階 你還去扛股票嗎 我相信只要有一個適當的救世錯知 讓信息稍微一回穩 一個決定性 一個回馬槍性的一個反彈 好 今天已經看到這個短底短頭浮線的一個位階 一個機會了齁 所以就如同劉老師上半段時間跟大家講的 好 短多一個浮線的契機已經在這裡了 那你要好好利用這一波行情 我們的原則是 好 這是一波撤退的多頭的撤退戰 那怎麼樣讓你的多頭的撤退一個 當多頭的馬其諾防線那個已經被閃電戰攻破了 好 你現在一定要留著未來一個諾曼利反攻 好 如果曼利大陸這個反攻登陸 一個絕對性的反攻的位階 那那個最低點到底在哪裡 好 那劉老師會一步一去的幫他去掌握到 但是 極短線這個盤勢格局 一個短多一個第四大量的反彈 我認為空間幅度 它的速度 有可能會走一個集團回馬槍 空間的幅度 台子期貨一口氣殺了3000點 用個適當的商品做一個交易策略 其實我認為下半段回來 劉老師跟他講一點點稍微比較複雜的交易策略 我認為勝率是非常高 勝率是非常高的 好 那你不想要去做太過複雜的交易 不論股票 不論期貨選擇權 好 那其實現在就掌握一個原則 有類似像今天早上那個背離短的低點 不論哪一檔股票 有資金的這裡要掌握到一個加碼點 彈高的時候一起把這個高檔區套牢的資金 一口氣退場 但是買賣點怎麼樣去做一個掌握 支撐壓力到底怎麼樣抓 好今天劉老師很魄力的 能夠服務到所有的投資朋友 我們能夠幫一個的是一個 能夠幫一個的是一個 好 那原則就是幫助大家 劉老師陪著大家堅持了80個月的多頭了 好 那這一波有可能中場空整型了 但是現在不是直接去在這個絕對背離的低點 再去做一個追空的動作 一集彈也可能上五百點上幾咖向上 好 怎麼樣等到那個絕對的高點 我們再把股票資金做一個出場 甚至於有一些避險的布局動作 應該去做應應 好 劉老師每一張的實證表都會回應到大家 但是我希望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用一個最低門檻的一個服務價格 尤其是掌握這一個月 我說三五個禮拜 非常關鍵 對於多頭來講 一個非常關鍵的測對戰 接下來是掌握另外一波行情的一個機會 你直接跟上廖老師指定 帶著大家進場做一個 這一波強斷行情 然後終期布局的策略一個改變 好不好 好那我們這個測對戰的一個內容 詳細內容 好 這個一個月工作的一個重點 好 我們的一個專案 你可以直接教學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好不好 確定我們之後再回來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部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到大都會國際傢俱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傢俱館 很大 又浩幻 經營傢俱 以此公公的買集 大都會國際傢俱館 中文件現任實施中 為你和我 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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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be so happy happy It's going to be a good good day 台北 conserv compiler好好玩喔 28059898 好 那我們現場 那上班的時間跟大家提示到 因為時間有限 我直接點重點 就是說 我們今天盤後也聽到說 國安基金有可能會進場 那其實這一波所有盤式格局的所有問題 劉老師告訴大家 結構出問題了 就是流動性出問題了 滿遺憾的後面的這兩個禮拜 越來越多措施 反而是沒有解決問題 反而是讓流動性越來越少 那意外的造成了今天恐懼的融合 一個恐慌當中的低點有可能浮現 好 國安基金如果有進場 適當的把價錢指數的成交量流動性做恢復 再加上台子期貨 外資已經翻多了 那這樣這個過程裡面 我認為隱含波動度有機會急速的一個收斂 那所以其實以往 誰扣誰扣的 大家都知道說是 這個樂視的部位 其實你可以在額外 雙邊在買身價外的 一個反向部位去把它鎖定 去收物音價差 我認為這勝率極高 尤其隱含波動度80% 那當然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觀察重點就是說 不必然價權指數真的 當然它還要打一個底部去 可是是全線的崩盤 真的3955全線的修正嘛 我覺得不一定喔 對應價權指數9220的這個位階 南韓好像走一個大A 大B 然後一個C5波 好 這是非常半導體 非常半導體好像是大A 大A 大A 第三大浪 第四好像還有第五波喔 好 來 這個是法蘭克福指數 低檔矩距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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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 Michelle 好 像還在第三 是可能布局的方向 但是所有的盤氏格局 全球股市位局全部綜合在一起 這個很複雜 那我們先把短線上面 在細額波技術面上面 可以掌握到行情 先把它掌握起來 先短線交易去累積個多頭 長線反擊的機會 該打撤退戰怎麼打 你直接跟上劉老師的 勾訊指令布局就好了 好吧 好 劉老師答應大家 這一波的撤退戰打得漂亮一點 再去醞釀個全線多頭反擊 詳細內容 你可以直接向上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我們明天再見 上核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還有數位機上核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顧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蠅的投顧 固德投顧 森田藥妝高純度 玻尿酸面膜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行安全技術人員 近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很豪華 精品家具 一次更能賣其